生活空间 生活空间 东西越少 越简单 越好 有的时候旧的东西我还是舍不得 所以才做了预空间 我工作室搬来搬去的会 会已经就遗失了 很遗憾 但大多数所有粉丝给予我的礼物和来信 我还都留着呢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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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是长春台给我做道具的 谢谢 小柯吧 一笑而过说 看来是已经跟了我这么多年 那我曾经是在那个是哪个物件 闯关东的中片扮演了一个小柯吧 今天不柯吧吧 今天柯吧了吗 刚才说话 刚才可能就是说话比较密集 我底下那个 水 帮我来一个 喝一点水 喝一点水水 所有的亲们今天不许舔嘴唇 是不是习惯性的才舔的嘴唇 今天你们都做什么呢 开心吗 今天是挺不一样的一个跨年吧 就是真的的确不一样 今年的跨年我会守在家里 会在家里 四月 千余鹤 今天挺不一样的 今年的跨年守在家里 我认为也挺好的 在北京的家 然后陪陪母亲 陪陪母亲 然后把所有的爱多给他一点 我认为也挺好的 所以刚才跟家里人一起吃个饭 谢谢小笨送来的跨年的礼物 花香满楼小卡 冰雪百合 千余鹤 再次感谢大家 今天我认为应该很多人都在直播吧 因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看看再能不能帮我升高一点 让他再搞一搞 能不能升高一点 我也非常想念大家 其实经常上来 过来和大家交流交流 也是基于说 第一个想念大家 第二点还是有一个 挺感恩大家吧 就是说 能够说 所有的粉丝这么多年 都一直跟着我 我的年纪已经不是那个 青春年少的年纪了 但是呢 大家还仍然一直说 成为我的粉丝 很多老粉丝一直跟着我 所以呢 我也是蛮感动的吧 当然 也不知道怎么来 来描述自己的心情 就是说 何德何能 大家还一直苦苦跟随 所以就非常的感动 内心当中也装着大家 人生也就是 短短的这么多年 能够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 美好的友谊 所以就是说 值得去珍惜吧 你们好吗 今天 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告别了 2020年 特别艰难的一年 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内心这一年当中 是沉淀了 还是说有很多的苦楚 还是说 也是在咬牙坚持着 小文 何小文 咬牙坚持着 但是这一年两年 我是一直在咬牙坚持着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当然是蛮痛苦的一种状态 但是它也是人生的经历 坚持 还是我最早的那句话 没有胜利可言 挺着 意味一切 我最早把这句话 当做我的座右鸣的时候 好像成为了我的人生的一个 称语 一直都在 坚持着 挺着 但是也无怨无悔 也无怨无悔 好 等一下 帮我 帮我弄一下 我来啊 来 马上就弄好嘞 这个角